郑州火车站来了 我是从洛阳去的少林寺 少林寺玩完了 直接就坐车来郑州了 我就不在郑州停了 直接转车就走了 我打算去南方城市 去厦门福建福州那边看一看 那里还没去过呢 为啥不在这边待着了 这边我觉得空气污染太严重了 今天是中度污染 昨天去少林寺的时候是中度污染 你看这个雾霾很严重的 手机上有天气预报 点开看一下 你看今天郑州中度污染 点开看一下详情啊 这里有显示的 这个PM2.5是124 污染163 这下面有一个城市排名啊 就是空气质量排名 目前郑州排在2800多名啊 然后看一下全部排行榜 这个是从差到优看一下 可以看前几名啊 你看内蒙河南山西 河南内蒙山东 山西山西河南 山东山东 辽宁 河南山东 基本上都是在华北地区 都是山西山东 和内蒙 污染是最严重的 你看这几个 三门峡 河南 新疆也有居然 辽宁 都是这边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啊 所以这个空气质量污染 也不光是河南一个地方啊 整个华北地区污染都是最严重的 我奇怪的是河北居然在没在这里面啊 河北现在空气治理的还挺好 这前30名里面都没有河北 我这个嗓子本来就不好啊 在空气一变差的时候 嗓子里就跟卡的什么东西一样 咳又咳不出来 特别难受 所以我打算去个山清水秀啊 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刚才我打开地图看了一下 南方这几个地方啊 海南啊 云南啊 广西啊 我都去过了 福建没去过 去福建吧 福建现在白天19度 不冷啊 走之前再看一下郑州这边啊 看看这边的天气 灰蒙蒙一片 等到了福建以后 对比一下 看看北方的天气和南方的天气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到站了 福州我来了 现在下午两点钟 从河南洛阳出发的 洛阳到福州啊 我是从郑州上车的 这边果然不冷啊 你看这个短袖都穿上了 我在火车上时候 把秋衣秋裤都脱了 确实不冷 19度 福建福州 我来了 刚出了站啊 这边空气很清新 温度也不冷 现在我都把秋衣秋裤都脱了 看看这边的环境啊 这个蓝天白云 哇塞 从北方污染那么严重的地方啊 来到南方 这个环境好 空气好的地方 心情都好了 现在 久违的蓝天啊 看看福建福州 现在的那个空气质量啊 手机上看一下 18度 空气质量优 今天是阴天啊 现在 看看这边的PM2.5 PM2.5是7 个位数啊 哇 空气质量真的非常好 一下火车啊 我好像就搞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北方人 冬天都喜欢来南方过冬呢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气候的原因吧 不光是这个北方的冬天冷 南方的冬天暖和 这一个原因 你就看这个空气质量 看这个环境啊 我觉得北方那种为了发展经济 就牺牲环境的这种路子 走不远了 必须是这种绿水青山 才是青山银山啊 不是有句话吗 叫做孔雀东南飞 确实是 哪里比较好 人就会去哪里 北方城市还要考虑一下 怎么样把人留住啊 你看现在很多新闻报道说 尤其是东北地区 这人才流失很严重的 我觉得全国都有这个趋势啊 就是北方的人口往南方流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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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